這是小姐要來北仙草嗎 小姐要來北仙草嗎 稚氣的臉龐出現在台北市街頭 才國三的劉曉弟弟 將家人辛苦做好的仙草 交到顧客手裡 那我會跟他們講來先幫你 好 忍不住加油打氣 因為街坊鄰居都知道 劉曉弟弟一家人是低收入戶 每到假日從早站到晚 十多個小時已經見怪不怪 謝謝 一次患有亞斯伯格鎮的哥哥高職一下課 制服還來不及患 就已經站在萬華的南機場夜市叫賣 即使不善於接觸人群 但父親患有糖尿病 右眼失明工作困難 家裡還有母親跟三個弟弟妹妹要養 為了家祭再苦也要咬牙撐下去 我還有兩個弟弟 一樣在同樣的小弟 我都沒吃在那邊找兩個弟弟 最慘的時候一碗都賣不出去 但不論買不買 劉哥哥都是誠意十足的90度鞠躬 孩子的孝順媽媽都看在嚴厲 既心疼又驕傲 一家人都是一條心的非常的團結 我真的對小朋友各方面 社會人士我真的滿感恩的 劉信兄弟的父母親 早期生意失敗生活困頓 但他們跌得越深 靠得越緊自食其力討生活 小小一碗仙草賣得是一家人濃濃的感情 記者周天姐成本群 台北報導 與大家一起遇到 沒有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